如果这次我不幸死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传承我的精神 一定要传承我的精神 凌晨两点多 馆长陈志涵离开林口自家健身房 却遭人一连开了三枪 右手臂和右大腿都有枪伤 似乎担心自己撑不下去 人还躺在地上急救 就开直播拜托大家 照顾他的家人 请大家照顾我的老婆跟小孩 拜托大家 嫌犯是一名23岁流星男子 犯案后立刻就到派出所投案 初步研判犯案动机 与先前流星嫌犯骚扰馆长有关 不过也有PTT网友质疑 一般人怎么会有枪 还可以精准打中馆长四肢 怀疑是有练过的 也质疑一般人喝酒壮胆开枪后 第一时间会很慌张 但流星男子却很坦然 没有回家就直接自首 背景恐怕不单纯 既了解流星嫌犯已因为目前骚扰馆长 口角纠纷 以致心生不满 在京城搭计程车到陈西思汗健身馆前 埋湖开三枪 并签证在2点30分左右 攜带一支手枪 五花子弹到文化派出所投案 馆长陈志汗一向敢作敢言 多次带头反共 并开直播力挺台湾 脸书按赞数超过百万 网络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次是单纯的口角纠纷 还是早有预谋 有待检调厘清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建伦黄提风 正如台湾台北报道 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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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腿